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 MSI季中冠军赛结束之后 观众们已经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夏季赛上了 夏季赛应该会在10日之后进行 在那之前,LPL处于转会期的最后阶段 很多队伍都在陆续关宣星赛季的阵容大名单 这其中就出现了很多引起观众们注意的消息 包括IEG曾经的冠军上也TheShy和宁王 都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人物 第一个转会期消息牵扯到TheShy的首发位置 WBG战队官宣确定引入了新上单选手Decade 这个选手来自于WBG的二队 来了之后TheShy的首发位置受到威胁 对此很多LPL观众表示认可 但同时也觉得WBG的其他选手也需要替补 因为WBG这支队伍 基本全员整活 上单和打野状态不稳定 都是神经刀 神一场鬼一场 中单Angel有的时候会非常混 存在感极低 感觉就像没这个人 下路幻风场外的节奏翻天覆地 On更是有两种不同形态 一种是On 另一种就是Off 第二个消息 就是关于宁王的 之前Dewin B透露 宁王是训了几乎所有需要打野的队伍 而且Dewin B还和宁王打过训练赛 但是效果不好 宁王非常危险 如今宁王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邪归正 背水一战的疯狂Rank 不知道是否想要趁转回期的最后 这几天 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可以上场打比赛的机会 E或者是Nin 或许已经找到队伍但没有官宣 如今开始努力Rank 争取打出好的表现 然后是第三个转回消息 OMG公布了新赛季的人员大名单 之前去WE视讯的Cram最终没有离开队伍 但是OMG战队确定引入了一个新的中单 ID为0909 新赛季有可能会和小奶油竞争上岗 另外引入了新辅助Jerry 这个辅助来自于V5战队 V5战队的小龙宝没有离对消息 看样子小龙宝 很可能继续出现在新赛季V5的人员大名单之中 第四个转回消息 RA战队的教练Dog8确认离对 不久之后TT官宣 正式加盟TT战队 关于这个教练简单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教练曾经和风哥搭配过 今年是在RA战队 本来是和Chris搭档教练组的 但是过程中RA发布的纪录片显示 RA选手对Chris的执教表达了不满 之后掌握BP实权的变成了Dog8 后面Chris就离开队伍了 本以为Dog8尚未成功了 没想到最后离开了队伍 反而去了倒数第一的TT战队 不知道这内部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RA到底是一个什么打算 是否能引入一个更加优秀的主教练 以上四个消息 比较重磅的 个人认为还是The Shy有替补的这个事情 The Shy有替补之后 他是真的有可能变成替补的 一旦The Shy出现状态不好 同时Deked实力还可以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The Shy下场的情况 感觉The Shy真的危险了 夏季赛的这个赛季 对The Shy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打不出稳定的优异表现 那The Shy的生涯恐怕真的就这样了 不能再翻起什么浪花了 Nin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相信他自己也知道 扩别赛场太久 每拖一次自己就距离退役更进了一步 个人认为当务之急 是一定要找到队伍 不管队伍实力如何 先让自己有比赛可以打 有比赛可打就有证明自己的机会 只要能重新证明自己 重新加入强队才会成为可能 其他两个消息方面 OMG虽然引入新中府 但个人认为他们继续维持 原首发阵容的可能性更大 而TT与RA方面 TT这边是引入了北川 搭配OKO 上路有一点可能会是EDG的小翔 但目前只是是训过 无法确定下路引入Kelper 整体阵容强度还是一般 思以为他们的目标 放在提升名次上就好 进入季后赛难度还是太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讨论 我会去挨个查看 大家如果认可我的话 点个订阅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感谢老爷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 再见